距離安省省選只要一個多月 三個主要政黨開始集中於不同社交媒體 推出競選廣告造勢 下星期初將展開四個星期的省選競逐 近期多個民調顯示支持率大幅領先的 執政進步保守黨 其實早於去年秋季開始 就在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不同渠道 陸續推出競選式的宣傳廣告 包括進步保守黨官方網站 1分20多秒的完成任務Get It Done廣告 以蒙太奇方式展現省長杜格福特 從城市到鄉村 從建築工地到不同地方聆聽民意 而星期二進步保守黨 還透過Twitter發表10秒廣告 批評安省新民主黨競選政綱當中 完全沒有提及建設更多高速公路 以解決交通制塞 安省自由黨今天推出一段60秒 名為復原力的競選廣告 當中黨徽鄧德華談到他弟弟在車禍中喪生 以此比喻自由黨經過失利的磨難 將會更具戰鬥力 而安省新民主黨除了星期二發布的 30秒競選廣告之外 今日又發放30秒打乒乓球的廣告 比喻進步保守黨與自由黨 面對醫療保健與住房成本的危機毫無建設 CTV報導指 安省新民主黨競選支出 介乎1200萬至1300萬 是2018年省選的兩倍 也是押金該黨的最高競選支出